这是1929年黄埔军校的真实影响 然而作为近代中国最富盛名的军事院校和近代中国将兴的摇篮 黄埔军校从第七期之后似乎就失去了魔力 再难出名将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919年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转折点 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 从此中国不再有封建皇室的压迫 只有逐渐明朗的民主共和道路 然而追求民主的道路是艰辛的 一路之上少不了流血与斗争 而孙中山从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运动中 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当时中国刚刚从封建地制的大山下喘过气了 各方人马虽然名念上推崇孙中山先生这个临时总统 但是都在憋着一股尽想要摘了革命胜利的桃子 其中以袁世凯权势最大 狼子野心几乎不加掩饰 因为袁世凯手握重兵 这让孙中山先生不得不暂时妥协于他 但是这也让孙中山先生意识到了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 毕竟要想斗争就需要军队 而军队想要有强大的战斗力就需要杰出的将领 孙中山先生明白 人才才是真正的立国之本 于是萌生了创办学校来培养人才的想法 1917年11月 苏俄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此诞生 这让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 并在1919年创办了共产国际 当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并不像后来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样 每日都在想着如何夺权 完成自己的宏图霸业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共产党一样 秉持的都是救民于水火 救亡服存的国之大业 针对的都是帝国主义列强 不过不同的信仰和党派宗旨 还是让孙中山先生有些顾虑 是否要和共产党合作呢 正在孙中山先生犹豫的时候 陈炯明突然叛变 又让孙中山先生如遭雷击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自己掌握武装力量的想法 而在孙中山先生遭遇背叛的时候 共产党人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 向孙中山先生和他的国民党 展示了自己救国救民的决心 以及和他共同的理想 这是雪中送叹 孙中山先生就此坚定了决心 有着同样目标的共产党 是可以信赖的战友和伙伴 因此就有了连俄联共 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而为了更好的实施 孙中山先生还接受了 共产国际的帮助 1921年底 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与孙中山先生会面 双方商讨了 在中国创办高级院校的各项事宜 马林也向孙中山先生 介绍了苏俄红军 就这样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 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两所大院校 一个主文 一个主武 其中五校便是陆军军官学校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黄埔军校 当时为了能更亲密的 与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先生还邀请了 李大钊同志加入国民党 丝毫不介意 李大钊本身是第三国际的成员 虽然当时孙中山 希望能用这种方式 加强与共产党人的合作 不过这种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做法 还是让很多共产党人 都有一些犹豫 直到二期惨案的发生 黄埔前六七之后 为什么很难出名将 这和蒋介石有没有关系呢 1923年2月7日 中共共产党领导了 南京铁路大罢工 然而这场罢工潮 却在吴佩孚的诱骗下失败了 并且损失惨重 这让当时的共产党人 意识到了争取援手的重要性 而已经递来橄榄枝的 孙中山先生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对象 因此在马林的斡旋之下 双方一拍集合 李大钊 陈独秀 张国焘 蔡和森等共产党人 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达成 1924年 黄埔军校在广州正式成立 因为当时蒋介石的一番小动作 他成功任军校校长 同时有大批共产党人 在军校任职 周总理成为了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 一开始 黄埔军校成立的最大的任务 便是培养军事人才 为之后的北伐做准备 可以说黄埔军校本身就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把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 斜着手 向前行 这是黄埔军校校歌所唱 黄埔军校建立之初 便是为了挺起国人的脊梁 为了中华崛起 这是共产党人和孙中山先生共同的愿望 然而在1925年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却因癌症在北京逝世 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一波 却没有继承孙中山先生的精神和理想 当时蒋介石一直以来 都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抱有深深的恐惧 觉得这种体制跟国民党的事业背道而驰 因此甚至在孙中山先生在世的时候 就表达过清党的想法 但是并没有被孙中山先生做惨 国共合作之后 北伐战争节节胜利 这让在华夏大地上 作为做福惯了的帝国主义们 开始感觉到害怕了 而向来采用以华制华政策的帝国主义 开始物色他们新的代理 位高权重又对共产党抱有敌意的蒋介石 进入了他们的眼中 于是一对狼狈就诞生了 1927年4月12日 蒋介石彻底撕毁双方的合约 发动了震惊中外的412政变 大肆屠杀共产党人 这场清党也波及到了黄埔军校 而政变发生之后 蒋介石直接派军 将黄谷军校包围 懵懵懂懂的学生们 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一个个共产党员的学生 都被点了出来 然后直接被关押了起来 整个黄埔军校都陷入到了恐慌当中 当时有些学生见识不妙 想办法逃走 但是被抓了回去 直接处决 而幸存的非共产党学生 进入寒蝉 就这样 蒋介石杀干净了黄埔军校中的 共产党人 以及有左倾思想的学生 将这座原本是带着 民族复兴理想的学校 纳为了己有 原本朝气蓬勃的地方 变得哀鸿变异 失去了家国大义的信仰 仅仅作为蒋介石手中的刀 又能诞生什么英雄豪杰呢 不过 这只是黄埔军校六七之后 男友名将的其中一个原因 1931年 日本终究耐不住自己的野心 罪恶的铁骑踏上了东北大地 华夏儿女开始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 14年的抗战中 无数平民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国民党正面战场上 一退再退 大片河山拱手让人 甚至包括国民政府都不得不迁都重建 当时黄埔军校也难以逃脱战火的波及 不得不带着学生们一路转移 山河破碎 红艳安逸 纷飞的战火下 黄埔军校难以保证正常的教学进程 很多学员也只是急匆匆地进行一些基础的军事训练 便投入到了战争当中 而之前的青党政变 也让黄埔军校失去了大量的优秀教职人员 学生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 优秀教师死走逃亡 这样的黄埔如何为中国培养优秀的军事人才 这些难以接受最领级军事教育的学生 进入战场上之后 面对的却是比北伐时期更为强大的敌人 而日本帝国主义相对于中国的军阀 装备更加精良 训练更为有素 组织更加严密 这让国民党的将领更难以有所建树 不仅如此 蒋介石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并没有什么保家卫国的热情 对抗日采用的是消极被动的态度 这让手下的将领们就更难以在战场上做出什么成就了 若不是张学良和杨虎成发动西安事变 抢获蒋介石抗日 恐怕他还在喊着攘外避嫌安内 整天忙着搅供 对日本人置之不理呢 这样的军队如何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在这样军队中的将领们又如何作为江星飞起 我们黄埔的军队 只有注意 不怕吃 往往都是一杀 慎重 这是1929年黄埔军校的真实影响 那你知道黄埔前六七有哪些知名的江星吗 解放战争结束之后 蒋介石败走台湾 同时也没有忘记带走黄埔军校中的重要人物 自自 这所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响当当的军校 结束了他二十多年的半学历程 虽然时间不长 而且黄埔军校真正以挽救民族威王为己任培养人才的时间 也只不过短短四年 但就是这四年从黄埔飞出了无数江星 林彪元帅 陈毅元帅 徐向前元帅 聂荣贞元帅 叶剑英元帅 新中国开国的十大元帅中 有五位出自黄埔军校 1955年 新中国的授贤仪式上有81名开国将军出自黄埔军校 当时毛主席还开玩笑的说 蒋校长可要生气了 由此可见 黄埔军校对新中国的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许孙中山先生没有想到 他创立的黄埔军校以这样的方式实现了他救亡图存的崇高理想 而蒋介石用尽手段坐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 就是希望能利用职务之变来为自己拉拢人才 但是让蒋介石也没有想到的是 黄埔军校的学生们受到共产主义思潮影响如此之深 比如黄埔第一期中最富盛名的黄埔三杰 便是蒋介石的首要拉拢对象 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 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被认为是军校中的高材生 军校中最可造就的人才 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人 于是对蒋先云百般拉拢 然而蒋先云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坚定不移的根底 当时为了将蒋先云收入麾下 蒋介石好几次向他抛出橄榄枝 他对蒋先云说 等将来平定了叛乱 自己就去逍遥 只有蒋先云才能管得住手下一帮人 这话说出来 就是希望蒋先云接自己班的意思了 然而蒋先云根本不为所动 值得一提的是 中山剑事件爆发之后 蒋介石勒令黄埔军校中的共产党人退学 但是对蒋先云却是另一个态度 他向蒋先云承诺 只要蒋先云离开共产党 黄埔军校中教育长的位置就是他的 但是再一次遭到了蒋先云的拒绝 当时蒋先云当着众人的面 依旧表示自己永远跟党走 丝毫不给蒋介石留情面 蒋介石还想要找台阶 说一会再说 然而决绝的蒋先云 却直接撕掉了退党声明 让蒋介石无可奈何 而黄埔三杰中另外一位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开国大将陈庚 同样也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最后一位贺中涵 在中山剑事件之后选择了跟随蒋介石 国民党败退之后 同样跟着去了台湾 然而贺中涵在台湾却遭到了 国民党当权者的边缘化 也没有什么上战场作战的机会 由此可见 蒋介石给蒋先云化的大饼 也未必就是真心实意的 对于蒋介石来说 黄埔军校 只不过是他实现自己野心的工具罢了 而因为蒋介石的私心 黄埔军校也失去了他的初心 没有了信仰的黄埔军校 再难以像前六七一样 培养出一颗颗江星 但是黄埔军校短暂的辉煌 也为中国培养了大量的军事人才 他的精神 比黄埔走出的江星们更加宝贵 共产党人正是继承了这种 不怕牺牲 砥砺奋进的精神 才能真正的带领人民 推翻帝国主义的治古 建设我们的新中国 建设你要产生 在新华 节中 complicated 在新年一双 节目